好來 所以你看我現在量起這一段 再畫一個 再量這一段 再畫這一個 同學一定要記住啦 很多同學畫圖畫到最後一邊 他動作都有了喔 結果他量這一段 所以你都已經求出來 一定是你求的一定是有目的的 不可能求出來放在哪裡 所以求出來之後 所以你看這個三角形 我把這個三角形編號A好了 這邊號B 這邊號C 這邊號D 你看到A 是從長的到短的 所以你看到A 所以這一段是時長 所以我就量這一段 所以你看 我這裡 從長的半徑 到短的半徑 所以你看我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有沒有 這裡是 這一段是短的半徑 是這個短的 對吧 這一段是長的 所以你看B 它兩個腰式都是短的 有沒有 所以我就量這一段 好 它是短的到短的喔 從這裡到這裡 你知道嗎 所以你是接這裡喔 好 因為老師比較清楚 所以我只會畫這裡 有的同學會畫到這邊 結果欸 他就 他就 怎樣 到底要接哪一個 他就不知道 知道嗎 所以你要知道B 是短的接短的 好 再來C 是從短的到長的 對不對 好 短的到長的 好 再來 所以它是短的到長的 好 再來 來就 好 再來 再長的到長的 好 再到長的 所以一樣,如果他沒有被裁切掉的時候,他就會長成這樣 所以有一些同學一直搞不清楚,老師為什麼從這裡接到這裡 有一些人會搞不清楚為什麼這裡接到這裡 可是老師可不可以請問你 如果我們要畫一個這樣子A的三角形,老師可不可以請問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這裡量一個A 好,我這裡畫一條線,A 請問你,這個是A的底,是不是 這裡是A的另外一個腰 對不對,再來,這裡是短的腰 好 然後那邊畫一條 這一塊一定等於這一塊 這樣子畫你們可以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子畫 知道嗎 這裡是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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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畫起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阿再來,我們如果要再畫一個 我們是要幫他接在一起 對不對 我們是要讓他接在一起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接起來變成這樣子 你的展開圖不會變成這樣子 你的展開圖不會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是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變成 這個B是在這裡 這個短的腰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子畫 這裡是B的底 我來畫一個 好,再來 這個是B的腰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子再畫 好,畫起來 畫起來 這裡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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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你畫完的樣子 會就剛好繞一圈 所以現在只是把這個先畫出來 這樣囉 好 所以來你們試試看 好,好不好